中文字幕提供 陽光衛視董事長陳平 上週末在微信群轉發一篇沒有署名的公開信 信中表示 鑒於當前中共肺炎疫情 國內經濟與國際關係的嚴峻局面 強烈建議立即召開緊急政治局擴大會議 這封公開信對當局的執政提出了一系列質疑 首先針對外交方面 質疑當局在國際關係上四面樹敵 惡化與美國的關係 對非洲等落後國家大撒幣等政策 對中國是否有利 在經濟方面 公開信則認為 應該討論國進民退 國家介入經濟的程度 以及金融監管透明等問題 而在政治方面 公開信提出 應該明確黨大還是法大 憲法規定的各種權利是不是應該落實執行 為了短期的穩定是否可以犧牲公民的基本權利 是否實現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 司法是否應該獨立等等 此外 公開信還提及了對臺灣的關係 到底是統一重要還是和平重要 以及在香港問題上 是香港的繁榮重要還是中央的權威重要 是否應該允許香港實行完全的地方選舉等等 目前疫情當前 當局加緊了對網絡言論的封鎖 這樣的文章能在審查基研的微信平臺上流傳 令人驚訝 這封信它之所以能夠出臺 並且還能夠形成一定的輿論規模 在它的背後如果沒有相當的政治勢力的支持 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從貿易戰失利到香港事件的受挫 再到瘟疫爆發應被失策當中 客觀上已經使中共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也嚴重地衝擊到體制內諸多權貴階層的利益 轉發者陳平本身也屬於紅二代 目前旅居香港 美國之音23號的報導引述陳平的話說 他只是昨天在微信群中收到了這篇公開信 順手轉發 不知道作者是誰 但是陳平也表示 這份建議反映了當前很多人 尤其是體制內人士的想法 除了紅二代 這封公開信開篇就建議政治老人 參與評價習近平的功過去留問題 並認為應該討論是否回到鄧小平當年所謂 韜光養晦的路線 外部的環境越險惡 越容易引發中共高層的分裂和震動 但是只要中共這個體制還在 換所謂的開明派韜光養晦派上來也沒有用的 現在的國際大環境是群起攪共 和鄧小平那時的國際隨興的大環境差別太大了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分析 其實寫這封公開信的人核心目的是保黨 而現任中共高層至今為止採取的策略也是為了保黨 二者只是路線不同而已 現在是瘟疫、蝗災、地震都起來了 這是王朝衰亡的徵兆 那些保黨的所謂開明派 它早已經潛如濟窮 只有拋棄中共 激烂投名才是唯一的出路 唐靖遠認為 當前在習近平還掌控著軍權的前提下 反對勢力要想在黨內發起一場罷免行動 成功率仍然很低 但是中共政治老人從來沒有真正放棄影響力 只不過是從明處轉到了暗處 密切關注習近平的決策 因此 習近平面臨的是內外交困的局面 要想真正找到出路 唯有解體中共